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本源光大梅子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逆转人生开场白 许多人来到光场域学习 很多人都是为了眼前所碰到的问题 来寻求一个解答 但是有些人从此走向了一条回归的路 开始透过课程去了解自己 也有些人走到了一半 就放弃了所有改变和学习的女意 也有些人打从一开始就放弃了 因为他们还是觉得问题都是在别人身上 在光场域的学习当中 记得有个学员刚来学习时 他们的脸上都带着担心惶恐的神情 在连接排列过后 立刻就可以感受到他们内在的平静喜悦 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学习 他们开始慢慢感受到 周遭的环境开始变得友善 也越来越相信自己会越来越好 同这样的例子非常多 记得早期我们有个学员 他来尝语学习 他非常喜欢这个环境 或许在他的生命之中 他一直想寻找一个不用头脑 去进那些繁琐的公式或是规矩 可以帮助人们让自己走向修行的道路 他尝试的许多 也跟随了许多的老师 是在这里透过完全不需要学习 只要放下头脑的感知力 来帮助人们找到生命的答案 他舍去的工作 跟我们老师一起在场域帮助学员们 他开始慢慢理解到 原来神不是需要我们为他做什么事 只要好好地将自己管好 懂得好好地去善待家人 这个才是生命所要追求的一切 他开始把家里的神桌收起来 摆上了电视和沙发 让孩子们有地方可以放松看电视 其他多余的空间 让孩子们可以创业做生意 而他所信奉的神 他现在选择鞋柜子上面作为他的神桌 就算是孩子们努力创业 他所做的蛋饼的这个面粉 将他搞得灰头嘴脸 他依旧感受到自在开心 那还有一个学员 他是很好奇想要了解看看 但是透过学习呢 让他开始知道 改公私名啊 求神问福啊 独善其身的修行 并不会彻底改变他所问对的问题 他开始接受场域的营造 从改变自己开始 懂得去善待宇宙万物 从他的家人朋友做起 渐渐的他的工资业绩开始变好 他的孩子也走向正途 经过了这个四五年的学习 他的身体也越来越健康 更重要的啊 所有的困难都变为成就他一生 所追求的休息 那也有的人啊 因为做宝而背负了千万的债务 透过的学习改变了婚姻的官司 也远离了这个担保的责任 更重要的是啊 他也成为一个老板 让自己的事业呢 开展起来 孩子们也同在场域学习 更懂得尊重父母亲的选择 让家人更懂得互相尊重和祝福 让所有一切都往更幸福美好前进 这个180度的大转弯 在传达什么样的讯息呢 是什么改变了人们的命运 而这逆转人生的关键是什么呢 我们将透过这个20堂课 来帮大家解码 透过光场域的引导 将关键答案 和可能会遇到的瓶颈和困难 为大家解惑和分享 那么以下呢 有四个问题将来帮助大家 找到你的逆转人生 第一个问题 你为了什么样的事情 来这个光场域学习呢 第二个问题 他在传达什么样的讯息给自己 第三个问题 为什么你想要坚持在光场域学习 那么第四个问题 你想要逆转什么样的人生 透过以上四个问题的回答 再透过光场域的连结排列 这样帮助你找到自己的 逆转人生的关键哦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